斗狼泰利仰天长啸 天地又有一边了 次郎和节奈也觉察到了 忽然次郎的身上掉落了一个小东西 他面色凝重地看着它 久久没有说话 这边斯塔金还在和乔亚对峙 乔亚的目标是小松 巧了 斯塔金的目标也是 斯塔金额头突然裂开 冒出来了一只眼睛 而他的恶鬼也从身后显现 乔亚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感叹道 已经开花了呀 你脸上的斑痕是与一生俱来的吗 你也是生来就带有美食细胞遗传基因的人吧 斯塔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自顾自说起了刚才的事 在方才的战斗中 他险些丧命 多亏了阿鲁和小松 恐怕也正因如此 自己体内的细胞也觉醒了 要战便战 放马过来吧 你操纵得了我吗 乔亚觉得好笑 若是一对一的话 尚能一战 但若是节奈和次郎插手 形势对自己稍微有点不利呢 而且还有角局的插进来了呢 他看着突变的天象 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看来 另一场巅峰对决 已经决出胜负了呀 斯塔金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感受到了三虎大人的气息 而后 有种什么了不得的东西靠近了 他朝地面大喊 此郎 快解除点血 香料降落下来了 所有人都会死的 古令 撤退 斯塔金走后 乔亚也让幻兽透影带走了 包括茂松和墨夷他们在内的自己人 曼萨姆胸口正中一击 伤得非常严重 他拖着神中的身子站起身 一龙会长临走前交代他 曼萨姆 万一老夫出了什么事 那就意味着人间界有危险了 到那时 人间界和那里的人 就拜托你了 想到会长的嘱托 曼萨姆震惊的瞪大了眼 速速坠落的陨石 如烟花一般炸开 耀眼的光亮 照亮了整个地球 四郎轻唤了一声小劫 劫奈哀晚的叹道 小姨他竟然 四郎难言温色 骂道 下作的臭小子 竟敢真下死手 陨石香料坠落地面 带来的不仅是地质灾难 还有人间界毁灭的讯号 降临在整个人间界的 彻底毁灭一切生命的光芒 是宛如流星般 飞降而下的轰炸香料 整个人间无异能幸免 而在那场残局发生之前 一龙和三虎 在迷失岛开战了 一龙难得拿出了筷子参与战斗 三虎伸出舌头 轻松干掉了一龙 以尽用筷子夹住的深海豹 舌头缠上筷子 然后一瞬间伸入地层 觉察到本该在舌头下的一龙消失了 三虎又迅速摆动舌头 重重落在地上 差点将整块地皮掀了 三虎这会儿就知道自己失误了 一龙在他身后出现 问他是否觉察到了问题 你自身动作的偏离 虽然还只是百万分之一以下的无差 不过即便如此 依然感觉到了违和感 这么说 你还是挺值得表扬的 三虎看着悬浮在半空的一龙 嘲讽道 虽然能在天上飞的生物有很多 但能利用极其少数的原子飞起来的 只有你呢 一龙 一龙表示 虽然现在还只是少数派 但早晚会团结起来改变世界 三虎 包括你在内的少数派 也一点点开始有了影响力了哟 三虎不想听老爷子多逼逼 竟知吐出带有尖刺的无数舌头 长满荆棘的舌头 气势昂扬地将一龙团团围住 只有你会翻倍 刹那间 半空也出现了无数双筷子 筷子和舌头也能打架 而且还是大场面 一龙跳出数百条舌头的包围 使出了穿瓷块 三虎将舌头拧成条 飞快旋转 做出了一个舌头圆盘的盾 在三虎失守的一瞬间 一龙以极快的手速拨块 数百根筷子 接连不断地戳到三虎身上 借此精准地控制住了他的动作 一龙笑道 你之中的少数派原子 看来是要开始生成大误差了呢 现在开始是老夫的时间了 这里介绍一下 一龙的技能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 放大小概率事件 将一个小概率的错误变成大误差 从而形成与原本预判相左的事情 最终将主导权控制在自己手上 一龙的少数派世界听着就很厉害 但三虎照样不放在眼里 少数派打出风头的世界嘛 真是符合会接受边缘者你的风格呀 一龙一手握住一根筷子笑道 这早已不是少数派了哦 他干净利落地扔出快炮 筷子直直朝三虎飞去 三虎眼也不眨 嘲讽他动作太慢了 但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反应速度 预判失误的他被擦伤了脸 不过他大体上还是躲过了筷子的伤害 或者说 其实一龙又在给他放睡 一龙还是一副笑脸 筷子大概飞到宇宙去了吧 虽然卧际的纤细度会下降 不过威力还是很超群啊 而且早就无需纤细的控制了呢 一龙说完就挥动起了筷子 乱块层层叠叠 密密麻麻扎进三虎的血肉 他急忙伸出舌头迅速挥舞 将所有乱块拨开 还顺带趁机攻击一龙 但奇怪的是 不管他怎么攻击都打不中一龙 一龙笑呵呵的喊话 你在瞄准哪里 老夫一目都没动过呢 终于身体不听你使唤了是吗 三虎舌头分出更多质感 机关枪火柱 但他的攻击 在身体不受控制的情况下 有些贪扰无力 从刚才开始 他就觉察到地面触感变了 脚踩在上面 会深深凹陷下去 这是因为 坚硬的想要附着在一起的原子 被想要分离的少数派原子所支配 变成了柔软的特性 一龙问道 你之中的少数派原子 也早已开始 一点点支配了你的身体 肉体已经接受不到主人的命令了 但这还不是少数派世界 真正恐怖的地方 原本拼命挥动着舌头的三虎 突然感觉自己要窒息了 他猛地摁住胸口 肺没有吸入氧气 一龙朝他走近 解释道 少数派世界 并不只会零有意识的动作产生误差 少数派的影响 会遍及所有 作用于身体的脏气 肺不会吸入氧气 肝脏会停止合成肝糖 心肌会停止跳动 心脏会停止鼓动 血液会开始逆流 血管和心脏早晚会破裂 脑也早已停止 通过神经传达情报 所有维持生的系统 都会反过来向着死 在老夫发动绝技的那一刻 便已经有了胜负 结束了 三虎 一龙举起鞠块 惋惜不舍地说 那一日 老夫就该终结掉 却为此持续蒙射了五百年 你就先行一步吧 我们在那边再见吧 弟弟友 一龙的奥义单快 刚落下 他整根筷子却迅速被啃食一空 连同他的手臂 一起都被空间吞食了 而此时的三虎 手指插入胸腔 捏紧了心脏 只要自己想死 那么就一定能活下去 这就是少数派世界的bug 一龙的少数派世界 将想死变成了少数派 让身体逐渐走向死亡 那么反过来 这要与本人意志相反 也能成为少数派 想做什么 反着来就行了 身体想死的时候 活下去就会成为少数派 自然会变成生 而他也正因为大意过头 被食欲旺盛的空间吞食了 三虎自信站定 在这片饥饿空间内 一切受他控制 从现在开始 是他的时间了 那么 少数派世界和饥饿空间 到底哪个更厉害 一龙明显没想到 三虎会逆向思考 自觉性命 这勇气可真是令人佩服 三虎虽然受重伤 但他自认为掌握了主导权 一龙在自己体内 控制着少数派 自己只不过是模仿了一下而已 只是下手好像有点重了 一龙笑道 说起来 你以前就很擅长模仿呢 不管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做到的事 少数派的影响 涉及体内的各个生理现象 光是停止心脏的跳动 可是无法控制他的 一龙狠心将少数派世界解除 三虎应声吐出一口鲜血 少数派世界解除后 他亲手给予心脏的伤害 就会直接转为多数派 简单说 就是 现在他给自己造成的想死的趋势 是无法控制的 已经无法避免了 但三虎却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样子 他不屑地哼了一声 我已经说过了 现在开始是我的世界 除了一龙的胳膊外 连身体都开始被空间吞食了 他这才想起三虎说过 万物皆为食 三虎笑着向他解释 饥饿火柱吞食的不仅仅是物体 就连那空间中的大气都能吞进去 在那变味真空的轨道上发动的是 看不见的王室晚餐 其名也叫 饥饿空间 宛如陷阱般埋伏在轨道上 吞食接触到的所有猎物 同时 他还会记住猎物的味道 下一次就会主动攻击 防御也是无用功 当然 你大可试试看 在那能吞食一切物质的真空空间中 不存在什么少数派多数派 有的仅仅是 名为食欲的永巫止境的欲求 一龙身体被大幅吞食 他还想再劝一下珊瑚 珊瑚即使食不停住 即使以称肠主度 你也不会停止进食吗 珊瑚冷漠的看着他 我的食欲绝不会得到满足 腹中空空 永远得不到满足 那是从他幼年时就留下的欲望种子 即使到现在 也永远填不满 若要追求强烈的光芒 相应的也会产生黑影 由于阿卡西亚发现了美食细胞 人间界的食肢等级一口气提高了 从而促进了宝石时代的发展 但讽刺的是 由此却导致了美食战争 两个临近小国的食粮争夺 最终蔓延着全世界 战争日趋陷入泥沼之中 世界上充斥着 数不尽的战败国与难民 珊瑚就出生于这样的背景下 他和好多人一样 出生后就被放在坚硬的稻草上 从未被人暴起过 因为他是作为家畜的饲料而诞生的 在那个混乱的时代 一切逻辑都被混淆了 只有吞食者与被吞食者 捕食者与耳食的关系 但珊瑚是个意外的存在 他没有被人饲养的吃毛猪吃掉 反而成了捕食者 也因此他被人们当作异类 为了活下去 他过上了抢夺和逃跑的日子 有时候为了填饱肚子 还会啃树和吃沙子 不美好的成长经历让他意识到 所有的一切都是敌人 他学到的唯一一件事是 进食并非别人给予 而是靠自己去夺取